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皇朝,其统治寿命竟然延续了296年,比唐朝和明朝的统治时间还要长久,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清朝的统治可以如此稳固呢?没有像元朝的统治者一样很快崩溃呢? 大清帝国是满族人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,在初始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,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,所有书信往来,全部通过蒙古文来表达。 直到万历年间后金政权建立之后,努尔哈赤才命令俄尔德尼和嘎盖创造满文,只不过这种文字依然是改编于蒙古文字,就如同现代的日本字、韩国字和中国字之间的关系差不多。 等到皇太极继位之后,更是下旨将满文与国家的新王联系到一起,认为这是凝聚满族民族意识的纽带,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强盛和兴衰。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,因为皇太极是一位非常熟悉中华文明的满族皇帝,他十分清楚中华文化的强大,并因此而感到非常恐惧。 满清入关之后的前几位皇帝,顺治、康熙、雍正虽然也很重视满族文化,但由于此十八旗子弟的战斗力还非常强,所以对汉文化的警惕性也就比较低, 从而使汉文化的官员在朝廷中逐渐崛起,等到乾隆皇帝登基之后,满族人的统治弱点,开始渐渐显露出来,不过乾隆到底还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,他清楚地看到了满族人的统治危机,于是在加强满族通婚和交流的同时,也开始积极地增强满族文化的教育。 规定十岁以上,二十岁以下的其人必须接受教育,所学习的内容便是国语和文字,而所谓的国语便是满语和满文,甚至为满族子弟进入仕途而开设了绿色通道。 只要你国语学得好,即使才干略有不足,也要提拔任用,乾隆皇帝对不会或者不愿意使用满族的官员深恶痛绝。 在乾隆58年,圣经将军林明在一份奏折中,因为只使用了汉字,而被乾隆皇帝一顿痛斥,可见其对满族文化的重视程度。 站在中立的场合来说,乾隆所做的一切,确实是保持民族特质,防止满族人被汉化的最好办法。 只不过这样一道强大的防火墙,后代继承的皇帝们,却没有很好的执行。 在经过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志、光绪几朝之后,大多数民间的满族人连满语都不会说了,更不要说满文这种难度比较大的文字了。 就连继位的末代皇帝溥仪,也仅仅只会说几句简单的满语,文字是根本就不会写。 不知道这要是被满清的列祖列宗知道真相后,会不会对其失与老权胖揍一顿。 只不过这也间接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他就是这么的有魅力,就连敌人也会被其征服。 看到这里,你们明白清朝为什么没有快速崩溃的原因了吧?